好我們接下來來關注疫情 警察 人民保姆 再度成為疫情下的救命角色 日前臺中市一位爸爸開車搖下車窗 拜託著執勤的遠景幫幫忙 因為他的寶貝女兒確診 已經燒到了四十一度 但是一路上太多紅綠燈 遠景二話不說協助開道 原本要花二十分鐘的車程 只花了短短七分鐘就到議員 臺中遠景在龍井區中華路執行路見 一輛藍色小客車 突然靠過來搖下窗戶 請求警方幫忙 因為他的女兒確診 半夜高燒不退 希望警方協助開道前往醫院 遠景馬上開啟鳴笛 一路直奔到醫院 抵達急診室外 已經將近半夜十一點 門口還是非常多看病民眾 一旁也有好幾床病床 還在等候位置 遠景就站在一旁 確認女童沒有異狀 這起事件發生在二十九號 晚上十點多 當時女童提溫燒到四十一度 活動力明顯變差 雖然爸爸馬上開車前往醫院 但一路上很多紅綠燈 讓他焦急不已 幸好在路旁碰到執行遠景 協助開道 原本二十分鐘的車程 瞬間縮短成七分鐘 開著車子帶孩子前往醫院 但一路上很多紅綠燈 幸好在半路上遇到執行的警員 立刻開車民警敵協助開道 在最快時間內獲得治療 確診的女童經過即時咒之後 目前已經沒有大礙 而警方也呼籲如果民眾遇到疾病 或是咒護的緊急狀況 優先撥打119 交給專業救護人員第一時間緊急處理 把握黃金搶救時間